女孩吃饭从来不带钱 因为只要她一脱下裤子 就能拉出一堆金币 这什么超能力 我也想要啊 而就在这晴天万里的一天 女孩来到了全城最丰盛的小吃街 她先是来到肉夹馍店 小手指一指 老板就给馍里头放入豪华肉料 等她尝下一口 这味道 绝了 见她还没付钱 老板敲了敲窗示意了下 只见女孩蹲下身 金币落地狂浪一响 就把钱给付了 可把老板看得一脸懵 接着女孩又跑到包子店 来了份蒸肉包 她大快朵银 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金币就哐浪哐浪地落下 而身为小吃货的女孩 转头就跑到多家店里 不仅尝到汤汁鲜美的猪豚骨拉面 还有充满抑郁风气的新疆羊肉串 以及陕西泡馍 羊肉泡馍 红油水饺 各式各样的美食 全都住进了女孩的肚子里头 看着她这么能吃 一旁的老板们都惊讶万分 哪知她还拉下酷酷 哭的一声 就把一堆金币拉了出来 想要让女孩吃东西以来给自己赚钱 可女孩被这么多人为主 整个人都慌了 她不停用力吸气 居然将自己撑大成了颗气球 身边的唐葫芦老板见状 立马把下一根唐葫芦抽过去 结果气体往后吞射 直直把女孩给吹飞天了 但作为一个吃货女孩 这点麻烦可不算什么 因为没一会儿 她就恢复原状 朝着下一条小吃街飞去了 你敢信一只老鼠的尸体 居然能生根发芽 最后长成茂密的森林 将整颗地球都吞噬吗 这一切的起因 都归咎于老鼠吃下一颗发霉的果子 接着梅菌在她体内迅速生根繁衍 芝蔓遍布她整个血管以及身躯 等到老鼠挂彩后 梅菌就开始吞噬她的身体 只见藤蔓顺着地板裂痕不停生长 他们先是布满一条街道 接着便不停发育 几天时间不到 整座城市就开始被植被覆盖 而在此之前 路过的茫茫人群 压根就没在乎这群东西 慢慢地 植被爬上墙岩 他们生根发芽 用自己绿色的身躯 遍布了整座建筑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光合作用 植被也从当初的小绿芽 慢慢变成一根根粗壮的藤蔓 他们占据了整座城市 并逐一开花散叶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绿色植被就抱在了水桶上 骑在了大桥上 睡在了栏杆上 但没一会儿 只听城市开始嘎吱作响 藤蔓纷纷缩紧 随着哼的人生 鲜艳的红花开始爆裂 它们依靠大风洒播种 而被它们骑住的大桥 也开始猛地崩塌 几分钟不到 城市的大楼也开始轰轰作响 玻璃碎裂 墙面破碎 大楼集体塌下 而就当初这么一颗发霉的火 在短短的时间里 导致绿色植被在整颗地球生根发芽 完完全全地把它给绿了一面 最后 我们能看到地球变成那颗果 被老鼠一口叼走 形成了一个闭口循环 那么对此 你又有些什么感触呢 快来评论发表发表吧 你敢信吗 人类由于开采矿物过度 导致废弃手机变成怪物 纷纷对人类发起了围攻 那么这一切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近年来由于手机产量的剧增 导致地下矿物开始被工厂逐一挖掘 并且在运输途中 我们能看到成群树林遭砍伐 鸟群被迫失去家园 而工厂更是将化学污水 全都倒入了生态水源 导致当地居民全都搬家 接着矿制资源装上邮轮 在世界各国相互运输 而其中一家工厂 他们早已不管周围堆积成山的垃圾 只一个劲地对矿物进行加工 经过精细化处理后 便做成了只有六个月寿命的手机 最后在流水线上 让清一色的工人集体拆装 就这样成了全新一代爱苹果 苹粉们集体冲锋 纷纷满下最新一代 然而就是一眨眼时间 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爱苹果从刚刚的五代 就随着推出了六七八九十代 可把苹粉气的 直接就把五代给丢了 回到家后一打开电视 十六代都出了 结果他刚买完 全新一代就一个接一个来 慢慢的 家里都快被包装盒填满 就连屋外都形成了座垃圾山 导致苹粉的家随之断裂 他使劲抓住边缘 哪知整座城市的居民 却一窝蜂地更新换代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出一代就换一代 一瞬间 苹粉就被巨大的手机漩涡卷进里头 哪知一群群废弃的手机变成怪物 抓着他就是一分围攻 接着他给丢到垃圾场 那里放着的全都是废弃的电器 忽然 手机响起 还好 这都是梦一场 平粉感到万幸 刚刚要是真实发生 那可就糟了 这时 一只小蓝鸟飞到窗台 似乎在呼唤他多出门走一走 可等他走到树林和好友散步时回头一看 完了 人类的对大自然开采 已经蔓延到了自己门口了 看来要想给自己的家园一个好的环境 还是得做到那一句 爱护环境 从你我做起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三部短片 依次叫做 试货妹子 吞噬 以及敲响警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